美国大选副总统辩论会将于星期四晚在肯塔基的丹维尔进行 69岁的拜登和42岁的瑞安将上演一场老将新秀的精彩对战 由于正值罗姆尼在首场总统辩论后人气大涨 不断追凭奥巴马之际 这场辩论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大选的格局 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辩论都有哪些看点 拜登瑞安这次狭路相逢 两人的唇枪舌剑会成为一大看点 两人都展现了比各自的老板更强的争论意愿 拜登说他不会让任何有疑问的说法逃脱质问 对于奥巴马首场辩论会上没有提到的罗姆尼47%的说法 费恩资本和税收政策等 拜登这次或许会拿来进行猛烈攻击 瑞安曾支持将社会安全保障金转移到私人投资账户 以更好的保护社会保障受益人的权益 但民主党人认为 共和党人是从社会保障金中抽新来发展华尔街的金融业 拜登能否告诉选民 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政策完全不同 从未打算将社保系统私有化 这也成为一大看点 瑞安在财政预算中的精细工作是他的一个优势 但有分析家担心 瑞安这次是否会因自己精于数字而夸夸其谈 分析家说 瑞安应避免表现得像一位智库的分析师 他需要进一步表述和支持罗姆尼的观点 外交政策辩论也成为一大看点 在上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害后 罗姆尼团队加大了对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抨击 瑞安无疑将获悉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但拜登曾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却负责了伊拉克撤军计划 两人谁更有优势呢 还不明朗 瑞安还需向观众展示 如果罗姆尼作为总统遇到突发事件 需要他暂时带行总统权利时 美国人能否接受 这也是历次副总统辩论会的一大看点 新唐人记者维清一综合报道 接下来 惊喜